嗨 我是宁门 大家都知道 我裸辞之后就是租了一个房子 自己一个人住 我挺喜欢现在独处的宁静的 因为就是没有其他人的打扰 时间和生活都是自己的 那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我会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Lowry Tour 第二部分就是一些女生的安全问题 可能有一些女生会像我一样 就是第一次独居 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害怕 那今天呢就用我亲身的一些体验 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认为可以缓解害怕的一些方法 那我们呢就先开始第一部分 给大家看一下 我在三线城市租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这边呢是入户门 在进门的左手边这里呢 就是一个客厅的位置 这个空间总体来说还是蛮大的 在沙发上我放了一个小毯子 还有一个抱枕 所以平时呢就会 吃完午饭 就会在这里躺一下很舒服 然后进门的右手边这里呢 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地窗 然后我平时很喜欢坐在上面 看着窗外的风景发发呆 然后现在冬天坐在上面就会 有点太凉了 所以我就打算买一个小毯子 然后上面再放一个小桌子 或者是买一个懒人沙发 这个等后面就是装饰之后 会拍Vlog给你们看 我在这边呢放了一个全身镜 平时出门前就可以照一照 客厅的后面呢就是一个餐桌 然后现在这个餐桌呢是有两个功能 一半呢我是用来吃饭的 然后另一半呢我是用来平时就是写一些东西 整理一些东西的一个小小的办公的一个地方 然后在餐桌的后面我就是放了一些 平时的早餐或者是小零食之类的 我很喜欢这种没有隔断的一个设计 总体就会觉得说空间很大 餐厅的另一个方向 另一边呢就是厨房 一个开放式厨房 下面呢是一整排的柜子 所以收纳的空间就很大 我还带了一个烤箱 然后这边呢就是做饭的区域 来到这边我还没有做过几次饭 接下来要学做饭 然后多做饭了 厨房过来这边呢就是洗手间 这上面呢 我放了一些平时未用到的卸妆用品 还有一些简单的护肤品 我的插手已经翻了 一个小鸭子 那接下来呢就是房间啦 这里面呢是一个床 然后这边是一个梳妆台 严格上来说 它是我从客厅外面搬进来的一个 原本这里的一个办公桌 然后这个椅子也是这里的一个办公桌 然后就被我一整套用来当梳妆台了 不然这里房间就没有一个我可以化妆的一个地方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衣柜 因为我把办公桌搬进来当梳妆台之后呢 这个床头柜的这个小柜子就被我搬到床尾这里了 然后上面就放了一个小爱同学的音箱 平时可以眼睛听歌 房间它是属于一个长方形的 所以这边的区域会比较大 房间还带了一个阳台 所以我平时就会坐在这边看看书 看看外面的风景 雨后天晴 现在阳台外面的风景 有点好看 分享给你们 因为我近期就是经历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在这段期间 好的环境可以让我更快的调节心态 所以在我看房子的时候呢 我就看了好几个 但是当我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就是差了 那大家呢可以在办公桌上猜一猜 在三线城市这样的房子一个月租金需要多少呢 好了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独居女生的安全问题 我租的这个房子呢 会比其他的出租屋 大概是会差不多两三百块 但是它是在小区里面的 有24小时保安 像电梯啊 楼下很多地方呢 都是有监控的 所以相对来说会更安全一些 我之前去看过其他的出租屋 不考虑他们的原因呢 就是我看过有些路段 就是晚上是没有路段的 就是一片天黑的那种 然后还有的就是楼下 晚上过完的人 有很多 所以我就没有考虑 那关于安全问题 我是比较建议说 在门口 钻一个可视门银 像我就是平时门口 有什么变动啊 有人在门口 逗留门前有什么变动 我的手机上呢 都会收到提醒 然后也可以随时随意 看一下门口的情况 我觉得这点还是挺好的 但是如果你发现 有人在你门口 一直逗留的话呢 你还可以就是在手机上控制 让门口的那个门银 发出那个报警的声音 有可能呢 就可以小跑那个坏人 还有每次拿外卖的时候呢 我都会让他直接放在那个门口 然后等他走了之后 我再出去拿 以及每次回家之后呢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反锁了 那关于一个人 住会害怕的问题呢 可以就是像我一样 在手机上钻一个那个智能开关 然后每次我是在等电梯的时候 我就会先在手机上先控制打开 打开家里的灯光 所以这样回家之后呢 就不会觉得说整个屋子暗暗的 然后半夜要是想起来算厕所的话呢 就可以在房间里先把客厅外面的这些灯光 开完之后呢再出来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目前 编辑和自身给大家的一些分享 那希望呢 今天的视频可以给你一定的参考 如果大家有其他的建议方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